我现在有三颗熊童子 中间的这一颗爪尖最明显了 而且它有花苞 马上就要开花了 之前也听说这种多肉呢 最好就不要让它开花 因为开花会分用它太多的营养 但是我看这花开出来应该挺漂亮的 所以也没舍得剪掉 等它开完花开出来看看什么样子吧 最起码 这颗大的叶片没有那么明显的爪尖 有一些也有了 看它这个只是叶片的周边有一些深红色 这个最小的呢 其实也是这颗大的 有一个枝条就是不小心弄断了 然后就把它扦插在小盆里头 它长得也挺好的 熊童子只要有枝条这样扦插 存活率还是很高的 好了今天就和大家分享这个可爱的毛茸茸的熊童子 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